那首先呢要恭喜兩位就是入圍了今年的金曲新人 來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因為其實這所謂的這個新人獎跟金鐘跟金馬一樣一生就只有一次 所以說我要先邀請兩位先分享一下這個入圍這一輩子只有一次這個新人的心得 還有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兩位 對來 浩瑋先 大家好我是李浩瑋 浩瑋利 然後我是一個22歲的創作歌手 然後我今年入圍的作品是Diamond in the Rough 是我大學的時候大學期間大概半年所經歷的一些心路歷程 然後把它寫成十首歌 這樣子 來 Fight 我剛知道有入圍的時候 我覺得很不敢相信 因為我原本的生活其實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 原本的生活是待在醫院啊 然後待在實驗室啊 待在教室啊 就是很固定的生活 然後都是乖乖念書的那種宅女 那現在突然有機會入圍 然後有機會來節目 然後有機會穿得美美的 有機會在台上唱歌 我覺得這是對我來說是一件很不可思議 然後覺得很感恩的事情 我直接就想問 Fight 就是因為你的造型其實非常特別 就是說 在你開始從音樂出道之後 有可能這種就是會遮 油爆琵琶半遮面這種就是大彈帽啊 然後就是或者是墨鏡啊 就是讓你可以有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標誌 在這個粉絲面前 但你怎麼會去想到 要做這樣的一個區格呢 還是說你要在音樂人格 跟現實生活當中有一些區別 對耶 比較像是我希望 因為我原本在開始做音樂的時候 大概是兩年 兩年前 那時候開始發 就是開始寫歌 然後開始錄歌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在醫院就是實習 還在當實習醫師 然後那個時候 我覺得就是那個環境 我會希望是單純的就是做那樣的事情 然後音樂的話就是我額外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有在跟前公司討論 他們就說 喔 那要不然你就把它遮起來 然後當作你的人物設定 這樣你也可以保有原本的生活 然後你可以開心做音樂 這樣 是這樣來的 這是因為 醫療系統的就是工作者 或者是那個氛圍會比較保守嗎 還是你 你沒有辦法說 我今天讓大家都知道說 我就是一個音樂創作者 然後又可以很自在在 醫院裡面這樣攻擊 可能因為我個性喔 我個性真的是比較喜歡 埋在人群中 觀察大家在幹嘛的那種人 所以我會希望說在醫院 我就是乖乖做好分類的工作 然後其他時間我就是保留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會希望分開來 也可能跟一部分跟個性有關係 浩瑋在你的新專輯當中 涉及到了就是 你講的鑽石的很多個切面 其實鑽石的面向切面當中 也包含了不同的意涵 所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這麼多的鑽石切面 跟你的作品當中 就是青春感覺很純粹 應該是只有一種方向 但是你是如此的精彩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 ZIMON IN ROVE這十首歌 算是我大學期間的 十種不同的經歷 然後這十種經歷 就像是鑽石一樣 有十種不同的切面 那每一面都代表著 我不同的感受 還有我的一些 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那像是CRUSHOWN這首歌 它是我去日本 然後我覺得去日本很開心 然後去日本下飛機之後 看到日本文化什麼的 然後覺得非常的讓我著迷 那時候就寫出了CRUSHOWN這首歌 然後像是窩囊費 就有點像是 對於自己的作品好像不夠滿意 然後有點懷財不育的感覺 你是一直隨著家人的期望 這個方向走嗎 隨著家人的期望 對啊 從小學國中高中大學 就是都在台灣念著 這樣子 就是一步一步走 然後為了機測為了學測 為了考試為了什麼 就是都有一個目標 然後那個目標是 大家都會希望你走的這個目標 所以反而音樂是不是提供了你在原本的這個 好像看似正軌之下的一種新的刺激跟出口 對大概在四五年前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我覺得好像不太對勁了 我好像我的靈魂告訴我好像我不該這一生活著 就是做這樣子的事情了 我想要試試看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就休學了 兩位坐在一起其實是有一種那種衝突的違衡 因為這個曲風還滿不一樣的 我就看到他的現場 他可以唱得鬆 但是他也可以唱得很就是好腔 我就覺得天啊那個彈性太大 然後他的聲音就是不管是柔的聲線 或是那種heavy的聲線我都很讚 就是你的純Q的那個range是很大的 真的超大的 就很喜歡這個曲風所以就會一直一直練習